其实这位女孩 你老爸的担心 我们落地一点 去地气一点 我们都是做父亲的 说一个实在的问题 你老爸担心什么 你现在对汉服走火落魔了 那么以后你的对象 你肯定也要求他穿汉服啊 对 万一那些人不穿 你就不能让他找对象 最后你就变成圣女了 这你爸爸才担心呢 对啊 没有 现在你有工作 但是就是个人生活这块 是不是就得需要注意这些事 但是你在这方面就是不听 你也会至少会跟他自己 带来很多不变是吧 对啊 至少家庭 这不明显这毛都已经摆在这了吗 难道你们自己 这一点你们不去考虑的 我认为事情是需要沟通的 让我们去给他们了解 他们一接触就报 孩子们我想打断一下 我觉得你们总是在做解释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重要 传承文化不一定非得传承这个样子 对 就像会写书法的人 会画国画的人 不一定每天都是扛着毛笔 提着墨汁 每天在大街上走一样 他可以放下这些东西 有自己爱好的时间 关起门来自己爱好可以的 为什么非得要提着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可能 你们是在故意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方式 在作秀 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说作秀的话 有很多种渠道 我并不觉得作秀得通过一个 跟家庭造成矛盾的方式来秀自己 好 那么直接一个问题 请问两位 你们穿汉服 心中有没有有一点虚荣心 没有 绝对没有 其实穿着汉服每一天 可能会有成就感 当大家接受汉服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很满足 对 我一直认为衣服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而现在大部分人连衣服都不知道 可是你现在把它当作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啊 你认为其实你一直在强调 衣服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你恰恰把它当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 不都不能脱 睡觉都不能脱 不是不能脱啊 是我可以穿着它睡觉 为什么要刻意去脱下它 但是你也可以穿别的衣服睡觉 为什么要刻意穿上它 我没有刻意啊 因为我有这件衣服 然后我穿着它 难道我为了去 避免让大家认为我是在作秀 所以我想穿它的时候 我要刻意去换上别的衣服吗 你常规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吗 我想说一件衣服不单单代表的是这个衣服 它代表的是审美 为什么老师您觉得您想要穿的这件衣服美 因为您吸收的是这个审美文化 我为什么这么穿 我挤地铁方便 如果你们这两位到北京地铁去挤挤看 给他们不是勾住就拉住 我想说我在杭州穿着汉服几地铁了 我也想说汉服不仅仅是宽头大秀 你又站在餐口上我就来自杭州 杭州的地铁没几个人坐 你知道吗 孩子们 我觉得今天从你们的着装我能猜得出来 你们在家从来不做家务 您可以问我的爸爸 其实从小家务婆一直都是带我做 不管是炒菜做饭还是洗衣服 你看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这样再辩论下去了 对吧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爸爸会用走火入魔这个词 我觉得你们可以有兴趣爱好 就像一上场的时候 我很挺小熊同学 包括到现在我也认为 你们确实把它当成一种兴趣爱好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度的 对 偏地 这是有度的 太偏地了 我不认为我的这个是兴趣爱好 我也一直觉得 大家一直把关注的焦点 看在我们身上这件衣服 到底该不该穿出去 或者说 觉得我们在这上面非常的痴狂 那痴狂的背后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痴狂 你们也没有给我们机会去解释 我一间场都在让你解释给我听 所有讲的这些东西 让我觉得你就是自嗨